这个男孩给死去的爷爷打了一通电话 他说想让肇事逃逸的凶手去死 可打完电话他却后悔了 他希望爷爷不要出手 但对死人说过的话哪能撤回 次日他就看到新闻上凶手已经死掉 虽然早有准备 但他还是害怕了 为了查出凶手真正的死因 他花高价买通了门位 从门胃口中得知 凶手是在洗澡食物吞半块肥皂活活噎死的 随后小帅便追问肥皂的牌子 开始用B 谁是B 那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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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以为凶手是意外死亡 可小帅知道这些都是爷爷的帮他做的 而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 回到车里后 小帅后悔不已 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 但此事终将是已经尘埃落定 回家后 他再次收到了爷爷的短信 他知道短信内的 ST是爷爷 让他停手的意思 虽然他只要有求爷爷都会满足 但爷爷不希望小帅失去自我 很快 他再次来到了爷爷的坟前 他感谢爷爷为他做的一切 然后重重地磕了下去 而他也终于做出了那个大胆的决定 故事的最后 小帅把手机扔进湖水中 和爷爷做出了最终的告语 这部电影 可能是我看过 最不像斯蒂芬金的电影 它没有小丑回魂系列 通过形象反差改 也不像致命电话这种 用暴力美学塑造的恐怖感 相反 它反倒让我觉得很温情 它让我们感受到 爷爷对男主的爱和保护 最后提一句 贯穿了整部电影的手机 在现在的背景下 影片对于手机的疑问 值得每一个看电影的观众反思 那么你认为 手机到底是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还是推远了人与人的距离